我是依佩 落实永续 由你我做起 POP有勾劲 生活有心意 2月12号礼拜天早上9点钟 欢迎收听POP有勾劲 我是依佩 好 今年度其实有蛮多值得期待的事 如果大家是喜欢逛shopping mall的 前日子有看到 三井是不是要在台中 开一家很大很大的shopping mall 然后还有很多 比如说国外的集团啊 都会来台中或是台北 开很厉害的店 所以我真的觉得啦 现在台湾其实绝大多数 你要像开新的场馆 或是新的图书馆 其实我觉得美学概念越来越好了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好我们来看看 距离我比较近的 就是新北市 你要说三井在台中开outlet 但是我认真觉得 如果是以台北 或是整个北北基地区 很好逛就怎么样 如果你想逛outlet 三井outlet真的蛮好逛 而且我认真觉得 他们招商招的很不错 三井outlet里面的那个 吃的东西我觉得蛮好 因为我以前都会觉得 百货公司的地下街 不见得那么的好吃 或者是说你喜欢 但是你要排队排很久 或是什么的 但我觉得三井outlet是逛起来蛮足 不是在帮三井outlet打广告 是我觉得三井outlet 它整个动线规划 如果你没去过日本 或者是说你曾经去过日本 逛过日本的百货公司 跟outlet的话 你会觉得到三井outlet 它是神还原 它是缩小版 可能十分之一的玉电厂吧 的那种感觉 因为它在整个动线的规划上 还有它在一楼的摆设 跟户外的空间 其实跟日本 譬如说冲绳的outlet 跟东京很有名 它也其实不在东京好吧 就东京近郊啦 就是大家很有名的 那个预电厂的outlet 其实它的设计动线是蛮像 然后三井outlet里面东西很好吃 我不得不说 因为我觉得新北招商真的还不错 好我们来聊聊 新北其实是拥有四百万人口 所以消费力非常的强大 那其实在今年 大家可以值得慢慢期待的是 就是三环六线 陆陆续续都要完工了嘛 所以跟着整个产业翻新 科技升级跟新版的特区 新装复都新整个大蜕变 所以其实整个都市更新 我会觉得新北市在这几年 我自己感觉啦 因为我毕竟我是住在台北市的人嘛 有时候会到新北去移动 我是觉得新北市现在的样貌 跟十年前 好不要提那么远 五年前其实真的不太一样 有一些快速道路啊 或者是说捷运啊 还有一些环状线通了之后啊 其实我就会带动周边的这东西 以前你会觉得说 好像是不是工厂有点多 好像是不是有点乱 城市规划是不是做的没有那么好 但是现在越来越好了 对不对 好 然后还包括了什么 如果你喜欢逛街的 有包括红会广场 我那天去的红会广场 我会觉得 诶这名字取得有点奇妙 但是进去 我觉得诶 其实蛮好逛的诶 然后里面一楼 红会广场有时候还会有 比如说像是Volvo的车啊 也会在里面 就是做的很像是不输给 就这种台北市的 比如说信义商圈的那种百货公司 完全不输哦 包括了红会广场 红会的iTower 然后凯越嘉宣酒店落成 所以在整个新庄副都 新这边 其实是非常非常好逛 然后未来要带动哪里 其实泰山也是 接下来很厉害发展的地方 他们要把泰山 纳入都市计划里面 还包括了 现在已经整顿好的 温子郡的重画区 要带动整个周边的发展 好 然后呢 接着下来 新北还会有哪里 我们之前还有聊到的 就是在 英哥 好吧 英哥 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 英哥人最近应该是蛮夯的吧 大家会期待说 英哥的美术馆 如果是说 如果啦 按照流程的话 可能会在2024年 可能会落成 但是你知道 这东西就是会循序 渐渐的去推动嘛 你就会看到整个城市的发展 就是这样被发展起来 好 我们要问一下 到底新北在这些广场里面啊 这些好逛的地方啊 包括三井凹类啊 什么的 到底是怎么样去招商的 我们待会来请 新北市最会招商的 好不好 何一鸣局长 金发局的何一鸣局长 要跟大家聊聊 到底新北市怎么样招商 他们是有SOP流程的哦 欢迎再度回到 POP有够近 生活有心意的单元 我是宜佩 好 去年啊 其实每一年的11月11号 我人都在工业节的 庆祝大会主持 那么在去年的工业节 庆祝大会 其实距离今天也 大概两三个月的时间 我记忆犹新 你知道吗 其实看到了在台下 有这么多的企业大老板 然后还有产业界的大老板 都坐在台下的时候 那天蔡总统也来了 然后蔡英文总统那天有说 其实在致辞的时候 包括了经济部的长官 内政部的长官 也都到现场 其实在谈一件事非常重要 虽然现在早上九点 不过还是带大家了解一下 整个台湾的局势 还有整个国际的局势 那时候大家在谈的一个 非常大的重点 就是要如何帮助企业 永续经营 以及2050大家都知道 我们要零碳牌 对不对 全世界的共识 要如何帮助企业转型 这件事也非常重要 那么其实哦 你说在再前一阵子 如果大家关心国际局势 就知道 美洲贸易大战 其实对于全世界的影响 非常非常的大 那么对于台湾的影响是什么呢 很多的台商都回流了 但是台商回流之后 他到底要不要 再继续在台湾来发展 或者说台商回流之后 我们就直接留在台湾了呢 其实要留在台湾 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就是 当然今天请到的这个长官 要跟他好好来聊一聊 台商要回流 你要说要开发 然后呢 以及我要盖厂房 最重要的就是什么 土地 这个土地啊 大家在想说 中南部可能蛮多土地了 但是如果说我们放眼北部 我们北部 到底还有没有 任何的土地可以盖呢 到底有什么的 这个东西可以吸引台商 继续进驻呢 我们今天很开心 邀请到新北市金发局的 何一鸣局长要跟大家聊聊 新北市招商有什么秘诀 局长你好 早安 早安 宜佩好 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 大家早安 我是新北市政府 经济发展局局长何一鸣 好 局长 为什么今天说跟您聊天 非常的开心 因为刚刚局长一坐进来的时候 跟局长聊 才发现说局长以前 在经济部的工业局 待的时间还蛮长 所以您对这一块是很了解 跟宜佩还有各位听众说明 我在侯市长108年 上任我到新北市政府服务 但在过往 从民国90年到107年 我在经济部工业局 主要是负责工业区的开发 诸售管理 以及全国的产业园区政策 还有包括有两年的时间 担任行政院招商及揽财服务中心的执行长 那这个工作呢 它是一个单一窗口 针对国际厂商 还有我们在台湾的这个厂商 对于投资方面的各种客体疑难杂症 来协助排除解决 是单一窗口 所以您的业务非常的繁忙 而且我刚刚一听 花稍微换算了一下 17年的时间 是是 所以局长您对 譬如说招商 对厂商的需求这一块 您非常非常的深入 也非常的了解 也跟宜佩分享 因为这个过程里面 我的业务包括全国62个工业区 跟两个工业港 对 那差不多有一万两千家的厂商 好忙碌 对 所以厂商大概 不管他们的大小事 是 都会是回归到我们经济部的这个系统在解决 对 那我也感恩其实经济部对我这么多年的一个栽培 是 然后也有 很开心有这些机会 能够服务这么多的厂商 了解 所以在经济部 其实在经济部服务之后 现在到了地方政府 是 然后担任新北市经济发展局的局长 局长今天刚好就要聊到您很厉害的话题 就是您过去 就是专门在面临厂商 在面临招商 在新北这一块 我刚刚其实也有听到 其实中美贸易大战之后 很多的台商都回流 那你要怎么样吸引台商 真的是驻扎下来 定居下来 然后不要再回去了 大家就在我们台湾的好好发展 最重要的重点是要怎么样新北可以来吸引台商 谢谢宜佩 其实新北它是我们在台湾的工商首都 有30万的公司登记 工厂登记还有商业登记 所以这么强大的一个经济体 它非常重要的是 刚刚我们所谈到的空间的产业空间的提供 尤其是一刚开始也跟宜佩分享 工业要出头一定要有土 这个空间的提供 这个空间的提供非常的重要 那在新北的这个发展的条件上面 因为它在整个首都圈里面 所以它的专业人才 尤其是白领 以及交通的便利性 空港条件 都是新北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优势 那在新北的空间 其实我们在看的时候 尤其是整个新北的产业用地 占全台湾大概只有5% 可是一篇你知道吗 其实新北的产业能量 大概是全台湾的5分之一 就是20% 哇 这是蛮惊人的 所以它必须要以集约 而且高度立体化的发展 所以市长一上任 在108年 他就推动工业区立体化 那针对我们全新北 80个都市计划工业区倡议说 只要你愿意在新北投资发展 那么在你重新盖厂房的时候 因为你就是刚刚一配节目 一刚开始所提到 你转型发展的时候 你可能你的所有生产设备 生产线都要因应现在的智慧制造 或者是环境要求 来去做升级的时候 你就需要这些空间的产生 那一定也衍生了你的投资需求 那在你重新投资的时候呢 我们会提供你15%的龙基奖励 那如果你在能源管理 像太阳能面板 或是设置营运总部 我们会提供再5% 这样子合起来就20% 那最多我们可以提供到50% 那当然这从20%到50%的空间 你必须要捐赠的楼地板面积 一瓶换一瓶 或者一瓶捐一瓶 或者是缴交代金的方式 那这些捐赠的空间呢 它就可以作为像公托啊 或者是我们育成中心 甚至是中继厂房 因为我们新北如火如荼的 整体开发的同时 它会需要一些厂房搬迁的空间 那藉由工业区立体化 它们增加的这些空间 也让它们中继厂房 有在过渡期间生产的一个需求 那我想这次我们工业区立体化 在新北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它在产业发展上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工具 了解 但是新北现在是不是有推出一个 叫做招商一条楼 因为你知道招商可以分为主动 你也可以被动 但是新北在对于招商这一块 我觉得你们非常的积极 是 的确因为也跟宜佩分享 我跟同仁在交流的时候 都会特别提醒他们 我们在很多招商服务的时候 要把自己认定 就是这个公司的员工 那在这个公司的员工 那当然对于公司的最大利益化 或者是最佳决策上面 你要如何协助他 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就是包括法规的认知 跟法规的调试 甚至到法规的调试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是像政策翻译集 尤其是进发局 因为它会是一个总会成的窗口 它所 南瓜的包括像我们城乡的都市计划 或者是我们工程方面的公务局 环保事项是环保局 那这一些我们招商的伙伴们 也都会在一刚开始我们有进行投资招商服务的时候 我们就会召开跨局处的回应 一次盘点所有后续的程序跟课题 让厂商能够了解 那尤其是这个时候 因为它有一些专业的部分 可能厂商他们平时是比较投入在生产 比较不晓得说在重新建厂 或者是投资评估上面碰到的课题 这些我们都会把自己就认定是这个公司的员工 那作为一个政府部门跟投资厂商之间的沟通桥梁 了解 当然大家都在提 其实人流就是金流 如果说这个厂商愿意进来 然后也愿意进入新北 其实最直接的就是可以创造非常多的就业机会 我今天要跟局长聊天的时候 看到你们准备的资料才发现 哇 竟然有这么多我不知道的事 你知道大家现在口头上讲的 赫赫有名的一些厂商 譬如说鸿海 特斯拉 还有什么 局长 鸿海 特斯拉 高米 华硕 营养 一星 生一 那包括像Google 也在我们板桥是美国本土以外 最大的AI研发中心 这个我真的非常想了解 因为我看到这么多资料才发现 天哪 以后新北真的是非常不得了 而且这事是正在进行 是哦 是 我们广告之后再来跟局长聊聊 好 欢迎再度回到 POP有够近的生活有心意单元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是 新北市经济发展局的局长 何一鸣 何局长 好 局长刚刚聊到了 新北在招商 其实一条龙 你们的服务就是要把自己 变得非常有温度 仿佛是那间厂商 跟那间公司的员工 所以你们这样就可以设身的处地 为厂商着想 所以厂商当然觉得 那么多的 台湾这么多县市都在招商 你要说土地嘛 便宜的话 真的是南部很便宜 但是新北寄出的是温度 然后又帮你服务一条龙到底 所以其实很多的厂商 我觉得局长真的太厉害 你旗下的业务 真的是做得非常非常的棒 其实有一个 现在大家一定都可以看得到 在二高经过的时候 有个叫宝高 它的全名叫做什么 宝高智慧园区 宝高智慧园区 来 我们来聊聊宝高智慧园区 宝高智慧园区非常特别 在我们目前已经建制的宝高一齐的部分 它的前身其实是公墓 我们在非常短的时间完成了这个千丈之后 其实不到一年八个月 我们就盖好两万四千坪的黄金绿建筑 然后也是我们智慧城市的一个示范场域 那这两万四千坪的建筑呢 我们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 就完成了百分之九十九的招商 那这包括 不到一年完成百分之九十九 是 我们当然在这过程里面 包括了国际的大厂 是 鸿海他们的这个研究院的部分 还有包括像特斯拉电池检测 跟它的原件服务 然后也有GAMI 穿戴装置 还有华硕炎氧 以及异星生衣 这一些都是我们电动车生计绿能方面的翘楚 所以在很短的时间 我们就建制了这个电动车的一个产业聚落 那未来的部分 二期我们也正如火如荼的展开 那因为这些厂商都有建于在我们新店 其实就是我们整个新北的产业心脏 不管是资讯 资通讯设备都是非常的优势的一个产业 所以除了刚刚前面所谈的工业区立体化 能够让所有的厂商在很短的时间 能够加码投资以外 新北市政府也带头 新建这些现代化的科技厂办 能够让刚刚您谈到的 不管是美中贸易大战台商汇流 他们在很短时间的这一些虚地空间的需求 都能够得以满足 但局长我想要请教一个学问 就是说这么多的很有前瞻性 现在大家所有人提到 都不会有人不知道的这一些 比如说企业 一提到就知道 比如说高尔敏 鸿海 特斯拉都很夯 但是新北要如何去说服他们 或者是说一下就排版定案 到底要怎么样去谈这个招商 在招商的过程里面 很重要一件事情是 你必须要了解他在公司布局的一个方向跟政策 那当然在这个时候 我们一定要强力大力的推销 我们新北在专业的人才的这个供给 以及怎么样经发局可以做的价值服务 包括链接其他 他在这个发展过程里面 他也许有中小企业的这个合作的需求 我印象很深刻 我们宝高一齐 我第一次集结了所有我们18家的厂商开会的时候 我发现当我开完会之后 他们彼此已经非常乐落开始去交流 未来合作的可能性 很棒耶 初次见面哦 所以这可以想见 就是其实政府只要扮演好平台的角色 把空间打造出来 让厂商能够安心 而且很放心的去做一些他们的生产跟投资 那他们所需要链接的部分 以及这些他们可能在法规上面面临的课题 我们能够帮他们及时解决 其实就是让他们投资决策落实最好的协助 局长那刚刚是不是在我们在进广告的时候有听说 最快最快一谈即刻拍板定案的是 创下多久时间拍板定案 30分钟之内 哪一家厂商 可以是可以讲的吗 我只能说 刚好呢 对 他的投资评估呢 有这个光荣回顾里的感觉 他其实就是我们宝高园区的旁边呢 有一个这个比较早期的工业区是统帅工业区 他是很多大厂的摇览 那当时呢我们在想说 他有其他的投资评估的时候 我们就跟他推荐说 你有没有想参与我们的宝高的一个投资呢 他问我宝高在哪里 我们特别提到说 他在统帅工业区旁边 然后结果30分钟之内 他们真的驱车就前往宝高 对 那这是非常有名的一家厂商 就是我们的Gami 国际航店 他非常感谢国际航店 在我们新北细致 宝高这些地方的布局 对了解 然后以及 我觉得其实新北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其实新北的人口很多 400万人 是全台湾人口最多的县市 然后再来 新壮年人口 其实也是 那种壮年青年毕业生多 就代表 这个满满的心血多 所以呢 这个其实是不是也是企业很看重的一点 是 我特别跟宝佩分享一个部分 在仁宝的关系企业里面 有一家叫康书 是 那它是主要是产品是电源供应器 它在淡水 那这个案子之所以特别 是因为淡水它在过往 我们的特定区计划里面进线建 所以在这些厂商经过几十年之后 它希望转型的时候就碰到了法规条式的课题 那这一路我们也协助它争取 所以它在去年落实投资之后呢 我们印象很深刻 有一个淡江大学的毕业生 而且它是淡水在地人 它多么的幸福啊 它就在淡水 而且它进入 在毕业之后就进入了康书工作 它可能 它的工作 它的生活 就近上班啊 对 它不需要舟车劳顿 淡水要通车到市中心要多久时间 那另外一个可以分享的是三重迪卡农 这也是他们在北部 算非常旗舰的一个 我们讲的它的一个据点 那其中就 它的员工之前 其中有一位呢 之前是在内湖上班 后来嫁做三重媳妇以后 那他发现说 这个招商案就在我家旁边 所以在市场安居乐业 在地生活 在地工作的部分 是我们希望 透过我们招商一条龙 能够落实大家的梦想 所以其实 宝高现在一起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在招商 局长可不可以先透露一点点 或是说现在有蛮多 在正在听的厂商 新北有寄出哪一些的方案 或是真的可以吸引厂商 如果真的对新北有兴趣 赶快联络经济发展局 一定要的 我们其实在林口 林口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是 林口工二工业区 工三工业区 林口现在发展非常好 是非常好 国际学校 然后还有我们国际媒体 圆区 我觉得好扯哦 林口那边 山井 山林 东森 那在林口工一 我们去年度开始 就是协助招商媒合的作业 其实大家在报章媒体 一定看到了 就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半导体设备商 爱斯莫尔荷兰厂商 落脚在林口工一 这是很大的新闻 对对 那它是代表的半导体产业 意义是护国神山的护国神山 因为它是供应台积电 这个半导体设备UV的 这个厂商 那我们再看林口工一 它非常重要的 它是能够落实 我们招商一条龙的目标 刚刚一辈一刚开始就说到 新北招商到底跟其他县市 哪里不一样 第一它一定是研发 营运总部为优先 没错 那在制造的部分 当然它是以实证 我们这些研发 它跟所谓研究出来的成果 以所谓生产的方式 来去把这些少量多样的产品 能够呈现出来 所以当艾斯莫尔确认 落脚在我们林口工一 那就更证明了 我们当初这个产业定位上面 国际招商是一个重点 然后研发 未来发展创新 都会是我们在新北招商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宝高是一期完成了 接下来还会有其他的 是 那二期的部分呢 我们现在正在 依照法令报编章中 那其实就中长城来说 在短期之内 我们新北大概可以创造 大概95公顷 那长期的部分 包括宝高二期 其他相关的园区建制完成 大概也会到450公顷以上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可以 只要厂商他有投资需求 那我们会有一个需求调查表 让了解厂商 比方说包括他的 需要的一个投资环境是什么 他是要土地呢 还是要空间 是需要有天车呢 还是说他现有的厂房是搬移呢 就是他在各种 他能接受的价格区间 那我们了解到他的这个需求 详细资料之后 我们就会开始进行媒合 那这个媒合的作业 我们也充分保护我们的厂商 在营业秘密 或者是他在公司身份上面 一旦有适合的标的 提供给他们之后 我们也会协助他们 陪同他们去进行线刊 来厘清说这个图定 适不适合他们 做进一步的投资评估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很棒 我那天在主持 工业节庆祝大会的时候 我就在想 如果政府或者是地方政府 都能够当这个媒合 然后地方政府愿意跳出来 来协助跟帮助企业的话 我们这块土地 才会越来越繁荣 越来越好 以及经济发展 也才会越来越好 也先不要说 我们对外的供需问题 我们自己在内需 或者是说 我们接下来的毕业生 我们到底能不能够 很快地找到 适合自己的企业 或是我终于有所长 我能不能够进入 我想要的企业发展 我觉得这件事非常重要 对好 我们先进一个广告 广告之后 再来请教局长 好 回到我们生活有心意的最后一个阶段 接下来我就要来请教一下局长 其实要聊到国际情势 现在是全球都在通货膨胀 然后因为战争的关系 我们现在譬如说材料 能源的成本取得也变高了 全世界都在面临的一个很重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缺工又缺料 其实这件事情 对于台湾绝大多数的中小企业来说 他们是面临一个很大的困难 在新北这一块 有没有帮中小企业想到 除了刚刚我们在谈到的包括我们来新建这个科技厂办 以及开发园区来让我们的厂商有土地跟产业空间可以进驻之外 那更重要的是因应现在包括ESG智慧制造 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 那我们在每年都会有定位在产业发展的一个重点 那像110年的部分是运动产业 运动产业 111年是所谓的数位产业 当我们把这个发展的趋势定位明确化之后 那所有的我们的辅导的技术跟工具就会以这个为对阵 那就以110年的运动经济来说 因为那一年刚好我们是发展这个全运会 所以包括这些运动产品 他们所需要的 包括是像就举办了这个所谓的新现代五项科技运动博览会 也有所谓的商洽会 那我们每一年的商洽会呢 其实都可以创造大概15亿到18亿这样子的一个成绩 那尤其是像在我们111年的时候呢 我们特别拉拔到日本跟德国 在当地的消费性的电子展去设置新北产业形象馆 让我们新北产业的一个特性 还有产品能够在海外的这些市场能够展现商机 那此外呢 他们在辅导技术面上面 其实有很多是嫁接我们中央的资源 所以我们也特别对了中小企业辅导协助他们来撰写这些申请计划书 来对接到中央的资源大概都超过一亿两千万以上 所以整体来说 新北在招商一条龙的协助之下 也创造了183个投资案件落实3600亿 以及创造了85000个就业机会 那中小企业一直是新北产业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 嗯 了解 所以在对于中小企业的协助 如果说大家需要 其实现在中小企业最大的问题是在面临 我们要怎么样找到 譬如说要转型 然后我们要怎么样找到 譬如说新的客源 然后或是让 譬如说缺供缺料的问题 其实一直都存在着 在这几年当中 我们要怎么样突破现有的困境 其实我觉得在新北这方面 如果大家有兴趣 或是现在正在听到你是厂商 或是中小企业的老板 大家其实就不妨上我们新北市的经济发展局的网站 是不是也有蛮多相关资料可以查询 是 其实刚刚宇佩所谈到的 包括因为我们现在的趋势 包括有电商辅导 对 还有我们在各个 其实也协助这些厂商成立 依照他们的业别来有筹组联盟 是 那新北就有绿色产业联盟 绿色产业联盟也是现在ESG的这个 主题 那新北也有所谓的智慧城市联盟 那生计产业联盟 所以透过这些联盟 跟以及我们跨领域的去筹组产业咨询委员会 协助新北的企业 在他们发展的过程里面 如果遭遇到各项课题 那我们会是以适当的一个资源跟协助 来帮助他们路过这样子的一个发展过程 了解 好的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新北市政府经济发展局的局长 何一鸣局长 跟大家聊了这么多 谢谢 希望大家任何厂商有问题 都可以踊跃的上新北的金发局来查查 可能会获得很多 你很重要跟宝贵的解答 谢谢局长 谢谢 好 另外呢 十点钟 大家继续锁定节目 要来聊一聊 李国修老师在去世之后 其实他留下了很多很多 快智人口的作品 包括我自己 现在还是有持续在演李国修老师 过去屏风表演班出来的作品 其实我觉得 有点小小小小小的遗憾是 我一直跟 接下来 我们十点钟要聊的这部作品 没有接触 我所谓的没有接触是 我甚至连看都没看过 所以我很期待 其实期待感是从2022年就开始 因为2022年 原本要演的 但是也是因为疫情 然后场馆一堆有的没的问题 然后疫情又一直开始升温什么的 然后你知道 剧团如果要启动一个戏 又是很大的戏 他们需要挹注很大的经费 但是如果大家都场馆 比如说大家都没有信心 不进来看戏的话 对剧团来说 就是演一场赔一场 所以因为种种考量 所以把这个戏 挪到了2023年来演 今年我一定要去看一下 就是2023年的创绕版 李国修纪念作品 精细启示录 听说这个戏真的很厉害 好不好 我都还没看过剧本 我也都还没有去看过这个戏 国修老师就去世了 OK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2023年来看看创绕版 会创造一个什么样不一样的灵魂的 精细启示录 十点钟我们请到这位演员 张允熙小八 在今年2023年的创绕版也有演出 我们广告之后来十点钟 跟小八好好问问精细启示录 POP RADIO与新北市政府一起行动 让生活有新意落实永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新北市政府 明镜与新北市政府